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有起点 江河有源头 人类的文化一样如此 在我们的《欧典音乐巡礼》系列讲座中 我们从巴洛克时期的巴赫 讲到了民族浪漫派时期的 斯美塔纳和德沃夏克 中间涉及到了很多的作曲家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实际上每一个作曲家 他所代表的都是他这个民族的 一个音乐河流 那这一期我们将要来到欧洲 音乐史上一条非常重要的 音乐文化河流 那就是俄罗斯这个民族的 音乐文化河流 他的源头在哪里呢 他的源头在他的创始人 也就是这条河流的起点 弗拉基米尔格林卡 我们都知道在人类的文化史上 大部分艺术家 他们都是出生在比较贫寒的家庭 一生充满了磨难 但是我们这一期要介绍的俄罗斯的作曲家 弗拉基米尔格林卡 他则不一样 他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尺出生的 生活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 不只是财富的富有 而且精神和文化的富有 弗拉基米尔格林卡呢 是欧洲音乐史上第一个 用西方交响音乐的写作的这种形式 是将民族音乐交响化 他是第一个人 在他之后的这些像武人集团 又叫强力集团 还有柴可夫斯基等等这些作曲家 都是受他的影响 他们一起开创了俄罗斯音乐学派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俄罗斯著名的作曲家 采可夫斯基的艺术人生和他的音乐作品 3月13号下午2点 在重庆爱乐黑胶书班 让我们一起回到俄罗斯古典音乐的源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знач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D Truck